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须完成两个不同类型的实习 初三年同学需要自己安排 以及完成120个小时与辅导相关的服务 第四年除了上课之外 在院校以外进行8个月的实习 总共不少于50天400个小时 一般来说每个星期是返回两天实习机构 我们这个课程设立实习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同学可以学义自用 在第四年的实习期间 大学就会安排一个临床督导 以一个个人和小组的形式去指导大家 我们希望同学可以养成终身学习的态度 不断为个人和在专业上有了成长 以辅导的专业去服务这个社会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